在众多车型中 如果说有一款车 将商用和家用两重属性结合得最完美的 那必然是皮卡车型 拥有多重功能属性的皮卡车型 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小型企业 创业者、市政机关和机场等特殊需求的行业们的青睐 而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 应用场景的多样化 更加清洁、环保、经济的纯电动皮卡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个全世界都在推行新能源汽车的年代 在新能源发展最为迅速的中国 庆林新能源在去年推出了首款纯电动皮卡 达卡EV 也就是庆林旗下皮卡达卡的纯电动版 它源自50林美洲版皮卡 是庆林50林36年不间断紧密合作的结晶 是结合了中国复杂地理 道路条件以及50林皮卡可靠、安全、耐久 等底盘优势所打造的车型 是庆林针对中国本土市场专门定制的一款新能源皮卡 那么这款车的表现究竟如何 今天我们来到了山城重庆 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 庆林达卡EV的车身长5660毫米 宽1885毫米 高1825毫米 轴距长达3406毫米 外观部分 庆林达卡EV和它的燃油版基本保持一致 各家强调时尚感的设计 让我们对皮卡车型有了全新的认识 无论是工作效率还是日常使用 都很好的坚固和平衡了用户的需求点 实车所呈现出的质感也已经远超了普通皮卡 内饰方面 庆林达卡EV整体内饰对标的就是 乘用车级别的内饰配置 采用灰色系高亮装饰件 显得高档、动感 双炮筒式仪表盘简洁规整 独树清晰明亮 中控台装配触控智能大屏 功能配置非常丰富 具备车载高清行车记录仪 手机映射 车载WiFi GPS加北斗双模导航 收音机和蓝牙等功能 座椅采用皮革材质包裹 海绵填充较为饱满 靠背与坐垫的两翼 有助于加强对驾乘者的侧向支持 主驾驶座椅支持四项手动调节 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坐姿 即便是长时间的驾驶 也不会容易感到疲惫 清零达卡EV内部空间大 乘客区前后排间距充足 改变了以往皮卡后排空间窄小的传统 同时又采用了1.8米的超大货箱 满足了更多载货空间 比国内同级别车辆多出了50厘米 因为皮卡车辆高度较高 车辆的两侧装了侧榻 方便我们通过侧榻进出驾驶室 在安全配置方面 最令人感到贴心的是盲区监控 清零达卡EV整车长5.66米 比一般的SUV车型长 更长的车身也就意味着盲区的面积更大 通过安装在右侧后视镜下方的摄像头 将车身右侧的路况通过车内的中控液晶显示大屏显示出来 消除了车体宽打带来的视野盲区 而除了盲区监控以外 这款清零达卡EV还配备了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搭配了双曲率后视镜面 有效破除视野盲区 提升车辆行驶安全 三电配置方面 清零达卡EV搭载由力神动力提供的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电量为64.64度 搭载的永磁同步电机 峰值功率为100千瓦 只有好看的皮囊和性能 并不足以打动那些对产品品质挑剔的用户 好不好用 也是衡量一款皮卡车的重要参考 实用性方面 清零达卡EV充分考虑到了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应用场景 譬如这辆车的后辆依旧采用了承载性更强的钢板弹簧 意味着它和那些纯工具属性的皮卡一样能干出火 在去年举行的N1VC2020第五届中国新能源物流车挑战赛哨 清零达卡EV荣获了皮卡组全能金奖 最佳续航能力金奖 最佳制动性能金奖 最佳动力性能金奖 和组委会推荐奖等五大奖项 我们把电量充到了99% 随后便开始了本次测试 测试的全程都在被称为三成的重庆进行 之所以选择重庆作为皮卡的测试地点 这里就要谈到了纯电动皮卡的适用场景 因为现行和政策的原因 目前皮卡的适用场景还是在市镇 乡村 机场和路镇方面 而这些使用场景更注重于皮卡本身的属性品质 重庆以三成著称 其三路居多 是对皮卡的一次考验 更能体现出皮卡的实用性 上手净零达卡EV的第一感觉是 它的转向并没有松松烤烤的感觉 反而是非常的紧致 运动感十足 在起步的瞬间我们就能体验到 搭载了100千瓦泳磁同步电机的情况下 清零达卡EV的整个车身的动力表现非常优秀 尤其是在爬坡的表现上 即便是轻踩油门都能轻松爬上高坡 在8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以内进行家属超车 动力随踩随有 能很轻松地完成超车变现 刹车的反应也尤为灵敏 即便是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只要踩下刹车 这款车就能很快地停下 并没有很多新能源汽车存在的 刹车虚位较多的情况 转向方面 即便是在较高车速的情况下 清零达卡EV也能很轻松地转向 整体的操控体验 比燃油车提高了一个档次 除此之外 清零达卡EV的乘坐质感也值得点赞 无论是在驾驶位 还是在后排乘坐 传递上来的颠簸感都不算很大 在本次测试中 因为重庆地形的原因 有较多的山路和高速路段 整体的路况非常严苛 因此对车辆的性能是一场极大的挑战 我们驾驶清零达卡EV 先后经过了震撼全国的复杂立交桥 盘龙立交 攀上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风景区 在绕城高速上驰骋 但无论是何种路况 清零达卡EV都能很轻松地胜任 在行驶了数个小时之后 我们结束了本次测试 电量从99%下降到了36% 总计消耗了63%的电量 行驶的里程超过了171公里 根据实际测得的结果来计算 从100%电量下降到0%的电量 清零达卡EV的可行驶里程超过了270公里 如果道路条件优秀 应该能超过300公里 结束测试后 我们将车辆开往充电站进行充电 清零汽车将电池的温控和安全调校的有些过分优秀 从36%的电量充至99%的电量 所花费的时间不到一小时 此外 清零达卡EV还标配了普通的充电接口 即便是在没有快充装的区域内 也不必担心充电问题 关于纯电动皮卡 有人会说它的使用性没有燃油皮卡那么强 但从这次的试驾体验中 这款皮卡基本满足了大部分的使用场景 而其配备的电池可以在零下40度到65度之间气温正常工作 车子可以在全国90%以上地区正常使用 对于像电力、石油、燃气等相关保障部门 以及相关的市政单位 清零的纯电动皮卡将会是很好的选择 先补给你们了 良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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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